各位同学大家好 现在要进行的是统计学系列课程 历届考题的赏息 那么这个题目我们介绍的是 条件期望值的求法 这个题目是根据前面的题组 我们的话呢继续延伸下来的 这是海洋大学应用经济研究所的考题 那么题目已经告诉我了我们 X跟Y它是两个随机变数 而且它的这个联合几率分配 这个是在这边 这个几率密度函数 我们前面已经算过了 现在他要问的是什么呢 这个Expension是什么东西呢 X times Y就是说X乘上Y 它的期望值是多少 那么期望值各位同学 不要看到了XY就觉得很害怕 其实期望值我们就根据 我们的条件去做 因为它有两个变数 我们就依据它的一个范围 这个范围我们已经知道了 这个范围是在哪里呢 是在这边 这是X等Y 我们的范围是在这边 这一块 好 那么我们现在就来算这个题目 C这个地方 E XY 这个是X相乘的部分 怎么做呢 当然 这是一个双变数函数 积分当然就是重积分了 那么这边是XY 我们这边当然是XY XY还要再乘上它的几率密度函数 所以是2XY 好 现在我们写的是DX乘DY 那么我们先从Y开始看起 Y的范围 就是由下到上 这是X轴 这是Y轴 Y是由0 G到1 我们这边 不用犹豫 直接写0到1 再看X X就不可以写0到1了 因为如果写0到1 就变成了一个正方形的区域 因为它是三角形的区域 我们就要看的是X到这个地方 X是极左到极右 这条线叫做 X等于0 X等于0 到X等于几呢 X等于Y 所以这个重积分 这个叠积分是这样算的 好 我们再继续往下做 先由内 G到Y 这个地方对X来积分 Y不要理它 2X变成了X平方 X平方Y 来范围呢 X的范围是由0到Y 所以我们这边写0到Y 外面还有一个DY 那么继续写下去 Y把这个带进去 带到X里面去 就变成了Y的三次方了 0带进去 我们没有了 所以就变成了 0到1 这是Y的三次方 DY 那么继续做下去的话呢 三次方就变成了 四分之一 Y的四次方 范围0的G到1 所以这边是四分之一 这一题 我们就答案 就算出来了 这个 XY的期望值是多少 是四分之一 那么下一步 我们要算什么呢 要算的是 这个叫做 Conditional Probability Function Probability的话呢 是说的是条件几率 我们先算到这边好了 怎么算呢 它的一个几率的密度函数 这个地方是 在Y的前提之下 X的几率 那就是跟条件几率一样 上面的话呢 是交集 交集就是 这边底下就是FY 这个 就是我们的 Marginal 就是所谓的 边际几率 刚刚我们在前面算好了 这个是多少呢 这是2Y 这是几 题目告诉我们 这是2 所以这是Y分之一 这个已经解决了以后 那么我们要算的是什么呢 条件期望值 条件期望值 这个是低的部分 这也是低的部分 低的部分 我们就来算条件期望值 条件期望值 一样 这就是一个 积分就可以了 然后这边是X 我们这边就写X 这是条件的 所以我们把这个函数写下去 这个函数写下去 对X来积分 那X的范围 我们这边写的是 X的范围是由0 积到Y 好 那继续往下带 这是多少 刚刚算了 这是Y分之一 所以X乘上Y分之一 就是Y分之X DX 再继续做 这个地方 Y是无关的 我们其实不用理它 那我们就直接写 2Y分之一 继续写下去 X的平方 范围是由0 积到Y 于是我们可以得到 2Y分之一 乘上 这是Y的平方 Y的平方 再扣掉0 还是Y的平方 所以这边就是变成 2分之Y 那么这个答案 就是我们的 条件期望值 那各位同学的话呢 要特别注意的是 这个条件期望值 是一个函数的形态哦 它未必是一个数字 那么同学要特别注意 那么以上就是我们 解决这个条件期望值的 一个解法